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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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晚安 今天的主题应该是女生的最爱 我今天会直接背给你们看 装给你们看 你们就知道这个包包好不好用 然后耐不耐装 第一個 你們都看過了嗎? 黑貓包 然後我覺得它呢 當然是如果你是比較可愛的女生 就跟我一樣 怎麼好意思呢? 就是應該說你就比較活潑 然後又很想要就是試運動服 然後又有一種卡通感的話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讓你們看 然後因為它很活潑 我的包包掉了 杯的時候啊 它的容量還蠻大的 直接就讓大家看 因為你們不要看它頭很大 它身體也蠻大的 所以呢 我們以耐妝度大家這樣來分好了 第一個長甲 基本 我的書 鑰匙包 然後還有一些空間 你就可以放一些 滴滴扣扣的化妝品 我覺得還不錯 有沒有覺得它很耐妝 我個人除了尾巴以外的 還有恐龍 它也是背包 背起來給大家看 恐龍我覺得它非常的可愛 但它就是僅此於可愛 長甲呢 來你們看 no 它裝不下 水呢 可以放一包水 然後就結束 如果背它 我比較處於在一種是 就是 for快樂使用 那至於實用度的話呢 我只能把它分在療癒系 那療癒系還有貓咪嘛 所以 這樣相比下來 我覺得恐龍就有一點吃虧 可是如果是給小朋友 如果你是媽咪 想要買給小朋友 我覺得蠻划算的 這個牌子大家都知道 後背包很有名的牌子 它跟另外一個潮牌的聯名 特別的地方在哪裡呢 耳朵 打到我自己 有沒有看到 因為一般它的那個原本的包包上面 是一個小小的耳朵 但它的耳朵就是大到 比我的臉還大 對我來講 我覺得它就很方便 因為有些時候 你可能不想要背著兩條背帶 然後我平常上班 你們看到我大概出鏡率最高 就是這個包包 它可以放三本書 一個水壺 一個化妝包 再一個長頰 再錢包 然後它前面還有錢袋 所以錢袋呢 我的短夾 放零錢的短夾 還有AirPods 還有外生紙啊 口罩啊 還有我的就是圍兜兜啊 全部都可以放在前面 所以我覺得它蠻 嗯 它蠻好用的 然後它的背起來的感覺 我背起來讓大家看 如果我剛剛是背它的耳朵嘛 那如果背起來呢 你放長的話 就是會剛好垂在你的屁股後面 我覺得它背起來的效果蠻好的 如果以搭運動服來講 它是我心中的第一名 那我去紐約上課的時候 我也會帶它 因為我覺得它很好裝 可是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不太適合配洋裝 那當然如果是比較可愛的洋裝球鞋 那還OK 可是如果你是一般上班族想搭 它可能就比較沒有辦法 因為畢竟它就是一個運動包 那再來呢一樣也是運動包 它是那種像潛水衣材質 它裡面是格紋的防水材質 很棒的一件事情 是它有一個透明的內袋 一般透明的內袋都是拉鍊 它是夾臉帶 它就這樣扣 然後你們看它就這樣扣起來了 我覺得它可以拿來裝零食 因為我個人比較容易肚子餓 然後它又不會有試試 它對我來講我不會拿它當化妝包 可是呢我就會把它拿來裝零食 像巧克力吃一半 然後如果放進包包裡 它如果那個包裝沒有好的話 它散開 你的包包就毀了 它裡面附這個夾臉帶 我覺得設計者應該很能夠理解 像我這種愛吃貴的心情 唐夾它是放得下的 然後因為它有勾勾 它是扣的 所以我喜歡 譬如說最近想要開始去玩滑板 那我就覺得它就很方便 它牛仔褲啊 就可以這樣穿過來 我其實算是手上不喜歡拿東西的女生 好你們看 它就這樣 如果在做很多東西的時候 你看譬如說滑板 它就這樣子 我覺得它蠻不礙事的 很好用 大家也喜歡這個材質對不對 這是提問率第一名的包包 可是我要先跟大家講 因為這個包包我改造過 它原本配的是一條黑色很簡單的 背帶 可是那個背帶我沒有很喜歡 我配了這一條猩猩背帶 我覺得它會讓你的平價包包 瞬間質感倍增 所以我覺得如果能力所及的話 投資一條好的背帶 顏色可以搭配你大部分的包包 我覺得它就蠻划算 然後背起來給大家看 它背起來就是這個感覺 好 它就這樣 比例大概是這個樣子 很好搭 然後如果你配運動服啊 很輕鬆的那種休閒服都很好看 它是一個牛皮紙袋對不對 我像這個size 我就可以接受是拿在手上 讓你們看 你們以為它是牛皮紙袋 對它是牛皮 但它不是紙袋 它是牛皮袋 做成牛皮紙袋 很酷吧 就可以把東西丟下去這樣捲一捲 這樣拿著 你們看 就這樣 有沒有覺得就超級隨性 如果你是很容易流手汗的人 我覺得你可能要留意 因為我個人不會流手汗 所以我在拿這樣的包包 而且我就是一個洗手狂 可是如果你擦那個護手霜也要小心 因為它可能會留下印子 那我平常收的時候 我就會這樣收 因為像它就這樣折起來 那皮都味道好聞喔 然後就可以把它當成一個置物籃 我覺得它真的是一個很好用的小包包 有趣 讓大家看一下 聽說它現在很紅 很像一個相機包 我就是因為它這個綠色 它有出很多顏色 可是我是因為它這個綠色 我才動心 因為我個人蠻喜歡綠色 可是我對那個綠有一種莫名的堅持 我喜歡這種均綠色 比較冷色系的綠色 但它就是有一個 我剛剛講的 大家可以看 它有一個壞處呢 就是 放長頰頭會跑出來 所以它是不能放長頰的 橫放也不行 它只能放短頰 所以如果我每次背它呢 我就要去換短頰 我覺得它很麻煩 而且它沒有拉鍊 然後它裡面內層是有兩層 讓大家看一下 我保持的還蠻乾淨的 就是中間有一個小隔層 是可以放 你的小 那個卡夾 或是鑰匙夾 然後前面跟後面 它是一樣大 好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這樣 銅扣它就扣起來 可是我覺得它的金屬件 做得不是太好 為什麼呢 因為以我沒有那麼長背的情況下 它已經褪色 吞色吞得很嚴重 好 你們現在看這個卡榫的部分 這其實已經斷掉過一次了 大概在背沒有四個月左右 然後我這個背包 我都沒有背太重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好看 然後也很流行 可是如果你要頻繁的使用它的話呢 我覺得你就要三思 就如果你有鮮淺的時候是可以啦 但它不太耐 好你們看一下 然後它還是可以背 側背 它就是這個 這個樣子 然後在Size就是小小的方包 今天看到了很多包 那當然 你們現在看到我身後啊 都還有一些包 最貴的背帶有三條 這個大家其實一看就認得了 然後還有Fendi的這條 那當然還有背 那個Vantino的這條星星 我大概就是投資了這三條背帶 因為這三條背帶呢 就是我大部分的包包都可以 就是可以拆間帶的包包都可以搭 那今天的直播呢 就到這邊要跟大家告一個段落了 如果因為我今天介紹的都是比較是 兩萬塊以下的精品包包到平價包包 如果你們想要看兩萬塊以上等級的包包介紹 還有它背起來的樣子 請留言告訴我 記得幫我按讚 按小鈴鐺 那我就再來開直播跟大家介紹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要跟大家講 拜拜囉 拜拜 小鈴鐺